Hello 今天这个车就要拖运到昆明了 我们得先把行李架 就是侧边帐给重新装一下 之前那个装的那个帐 实在是太丑了 之前买的时候这个是灰色的 然后我觉得配色太丑了 我给喷成黑的了 好了 这样颜色就统一了 看着顺眼不少 忘了一件事 昨天我不是拍那个打底裤吗 我把打底裤忘了拿了 那得装行李箱里边 出门旅行我主要穿的就是打底裤 因为那个比较省地儿 我得回去拿一下 这些全都是我要戴的 这边长裤 这边短裤 因为这次出去时间比较长 我就多戴几条 你如果要是戴正常裤子的话 就真的是太占地方了 就喜欢戴这种比较轻便 穿着也舒服 从杭州运到昆明大概得6天左右 然后我托运费是3500元 未来的这7天我们就没有车开了 靠腿了 回来出太阳 就那天那一只鹅 也不知道谁家养了两只鹅 你看 下水了 还下水了 你看鱼肚子 挺勇气的 山里边环境虽然好 但是蚊子超级多 今年测试的这个曲纹水 我感觉这个还挺好用的 你们可以试试 所以我们这边 就是山里那种黑色的毒蚊子 这个都是好使的 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它那个喷头就喷雾量很大 有的那个喷头就喷得 就是喷好多次 这个喷两三下就行 它那个雾也是比较细的 不会喷出水的那种 家里边的蚊子 一个是门口 就我在淘宝上订了一个这样的沙莲 它是瓷吸的这种 然后屋里边蚊子就用电纹泡 就是锅把 还有那个上边锅盖的一个把手 这也是那种就是说比较轻的锅 现在选的这个锅都是那种选的比较轻的锅 不粘锅 颜色还挺好看的 我收到的已经有五个不粘锅了 这些都陆续测试中啊 就是大家如果等的朋友一定要坚持一下 因为测试这个锅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测试出来的 得每一个都炒菜运用看 它的这个锅的受热程度啊 以及用时间久了它的瓣会不会烧到 这些都得测试到位 这个锅是昨天到的 就是可以拆一些把手的那种 也是一个不粘锅 不粘效果还可以 还有这三个锅 就是我上次拆箱的那个 这个锅它是带了一个小的小小的加压功能 就是这块可以放气 然后旁边这个盖它是有密封的 这个是一个日式锅 就是锅体是比较小的那种 也是比较轻 它颜值比较高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不粘锅 估计得到下个月吧 才能给大家分享了 因为生活用品确实 在测试的时间要长一点 这个风扇是今天刚到的 柯西的无液风扇 今年的最新款 这种无液的就比较适合 有孩子的家庭 这种无液的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它这个风是从这儿出来的 所以它风力其实没有那种有液的大 而且它有风噪 使用和性价比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还是更想给大家推荐 这个有液风扇 我楼上楼下全部都是用的这个 柯西的 也是给大家就之前推荐过的 今年这个新款 它的风力跟原来也都是一样的 静音效果也非常好 晚上吹风根本就听不到什么声音 而这个今年新款还便宜了一百块钱 所以要考虑入电扇的话 你们可以买这个最新款的 最近这两天还挺忙的 一个是要测试产品 还有就是准备去洗澡嘛 去洗澡这个地方 跟去别的地方还不太一样 买的东西比较多 因为我们这次去自驾 然后走的那个路是柄叉叉 就是这个路段呢 它不太好走 然后好多汽车上的配件什么的 都得重新添置 我这两天也在做攻略嘛 然后就看网上好多特别美的视频 然后我这两天心已经飘到西藏去了 野哥也是第一次进藏 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就是 到时候踏踏高反就不好弄了 因为他还是司机 如果他要是高反的话 要不就是返回要不就是我开 扯远了到时候七月份的时候看情况吧 然后那个说回我工作啊 就是工作上在我出发之前呢 我会给大家摆那个 就是这个珍珠分享了 还有就是我在上半年 以及去年用到的一些护肤 还有身体上的耗用物 跟大家就做一个合集的分享 如果大家还需要哪些内容 你们就评论里面先告诉我 争取在我出发之前给大家安排上 等到七月份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旅行博主了 今儿日常就到这儿了 我现在得去收拾一下院子 院子堆了好多拆的那个快递垃圾 拜拜